这是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 傅春山居图 描绘了傅春江两岸初秋的景色 展卷观览 人随景仪 引人入胜 这幅有着六百多年生命的古画 我们后人现在能够到博物馆中 欣赏前人的画作 古书画装表修复诗 可谓功不可没 所以有书画赖有装表已传 这一世代相传的历史遗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先不能喷 把枝儿先滤个溜 这是青木画家李子舟的一幅山水画 岁月的摧残让他布满了褶皱和裂痕 画上的丹情模糊暗淡 仙人宁于其中的气韵风质 似乎随着外形的衰旧而消散无形 它不像名画保存得那么好 画面多处有破算 正因为如此 这种画是比较难修复的 但这也是最考验修复时功利的 画面中穿红色上衣的就是戴明菊 他也是辽宁省古书画装表修复记忆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出身书画装表修复世家 祖父戴德渝在北京荣宝斋从事古书画装表修复 父亲戴鲁波是沈阳故宫书画修复组的第一代开创者 六十年代代明菊自成副业 跟随父亲在沈阳故宫 专职从事院藏书画装表修复工作 后又拜北京荣宝斋传人王增桥和上海博物馆 修复过马王堆博画的斗志荣为师 是我们国外里面非常优秀的 而且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这个书画装表师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丹明菊老师的祖父和父亲呢 都是沈阳老城里面比较著名的这个书画装表师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呢 曾经在沈阳城里面呢 开过专门的画廊 专门修复和这个装表这种书画的这种长品 丹明菊老师在我们沈阳故宫呢 实际工作已经四十多年 那么经他手装表的这种书画的长品 可以说不计其数 包括我们馆藏的许多重要的国家遗迹品 还有其他的一些书画作品呢 都经过戴老师的手 欢迎一新 那么除了沈阳故宫的一些重要的这些珍贵文物呢 他还给其他一些文博单位 包括考古发掘的一些重要的这种书画作品呢 也进行工作 还要做一些文博 我 leur发展地带来一下 我做了一些文博 不计其他文博 不饭 我做的文博 我做的文博 那种文博 你做的文博 我做的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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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文博 我做的文博 旧画新的前期修补工作还在继续 这是书画修复中的准备阶段 也是最基础最繁复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那些破损严重的书画 将会耗费修复者大量的时间精力 他要求修复者把一些零散的碎画面 根据画意和笔墨运用 把它重新放置在原来的位置之上 重新放在纸巾里面 重新净好食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古书画修复记忆的传授依然采用传统的师徒制 徒弟拜的老师不是师父而是师父 一个父子则更多了一些深层次的意义 修复装表记忆的传承靠的是口传新手 因此师徒之间的长期合作 而辱木染则成为重要的记忆传承方式 师徒同在一个实践场域之中作业 师徒互动通常是全息式的 师父也能够在装表修复书画的时候 及时地解决徒弟的问题 我数字都知道他是学校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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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戴明菊老师跟他的徒弟张瑜前几日约定 今天要去辽宁省档案馆 讲解指导关于珍贵档案修复和保存的机法 珍贵档案和书画作品很多都是纸制品 它们的修复保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首先这个化学建筑导关于珍贵档案 首先先拖一层线纸 这个桑仁画的后面就补了一层纸 补了一层纸纸就是这种运动 因为它为这种运动 因为它背面不是在直接在化学的那边 就是在补了桑仁 而在后面 而是在拖完一张拖鞋纸的时候 在后面就把原先的口纹就给它补上 这是在这种运动 散活过来说一句就运动 但是挂的口的时候不要太脱了 尽量要窄一点 能够打上去口纸 它需要耐心细移 心境不能急躁 心境无事 干凶化不能够急躁 起过程中一般情况下 这最好 最好贴上起的口纸 这是最好 如果没有起的口纸 你就得找缝隙 或者是拿针刀挑个口 把它起 起的过程中 先往上起 再往下起 才这么起 成三角形 往这一转 起回去这么起 这是比较贵的 那我现在就起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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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起的 可以拿着 反正是还是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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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了2006年 跟着戴明居老师 一起去学 这个书画修卫装表的 这个手艺 嗯 初初开始接触这一趟行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哎呀 这个不是很潮流 而且也不是年轻人 很喜欢学的东西 嗯 当时很低俗 嗯 因为不了解了嘛 但通过跟戴老师的学习 深入了了解 嗯 发现这是一个不大精神的记忆 最早可以聚绝到2500年前 所以 当我学到这个 这门手艺的时候 知道 这门手艺是 期待我们年轻人去传承 去发展 嗯 嗯 正如现在的这个文物修复行业来说 全国学这个专业的人 也不足百人 嗯 假如这一项 那个非常优秀的 这个 在我们这代丢失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工匠精神 就是我们这份手艺 就应该用人的手艺 去把它传扰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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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行的工作 期间 因为宣纸已经湿润的原因 这项流程一旦启动 是不能够停止的 当宣纸用姜水湿润后 大小不一的破损部位 会显现在画心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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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坠的关键是选好补料 只有补料与化芯所采用的纸张相同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 但是可惜的是 许多古诗的造纸技术已经失传 一些顶级宣纸的制作是不外传的家族秘密 但也由于这种家族式的原因 一些宣纸制作技术现在已经失传 古书画装表修复记忆 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 其实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家族传承与记忆传承的 整个刀是在年双者之中 包含出花车的之前 舌台锁 不 晓考 印 我们今天请了戴老师的 这是一个片子 我们感谢赵老师 对于我们这个 全国文化的关怀 今天很长时间没有到处来的 主要是讲一讲古书画中的修计议 现在已经列出省计计的项目 非常地 从那个飞翼项目的角度来说 就是古书画中的修计议来说 唯独就我们这么一份 什么为好 咱们看到这个手电 一般情况在书画专门来说 手电来说是最难表理的 因为它是长 如果你要这边是长 这边一毫毫毫到那个 就这样来差个部分 所以能够把这个画能够表好 那个表情 能表达很多 就是用很多一些技巧 照顾书有个对面 怎么说呢 就是书画奈有装表处 奈能挂给正方文 书画必须得以来装表 才能挂在墙上 要不然咱们 咱们写了一些书画的时候 都是一个都在宣传做画 画完以后可能没有墨有胶 还有水分 所以在宣传做画的过程中 肯定它要不膨胀 最后通过书画装表以后 这个作品才成为一种完整的作品 手工装表这种红业 它无论到硬盒的时候 它都可以揭表 破的可以补 去拿可以填可以画 你要揭表整个是一种胶膜 贴在画写上 整个画也不废 没法揭表 揭表也不废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感谢这个书画板 他们长期其实我劝你 对这种书画追求 对装表也是不断地 也是共同研究 使我们设计的书画活动 搞得简上天高 好 谢谢大家 正常上的就是用中刷刷 因为它这种旧刷 因为它有那么多纸 因为中刷上的一推 把它叠着好 因为它的中刷比较硬的 一把这画写的画写纸就拖坏了 你不像正常的新画写没有关系 可以用中刷 这也不能用中刷 这笔用排笔 排笔毛不弱 可以用上的画写 下来 行 下来看 是不 中刷上的肺 这画写是肺 这画写是肺 这画写大一圈 大一圈 你不能小 这边呢 把它叫厕水 厕水和过能化水 是不 你这样学好以后 就看不出来是有白点的 和原画是一样一样的 你自己画得真好 这个 看着月亮很 很多美 你看这会儿你再看看 你看眼望划船 你看这会儿可以刨到 啊 太好 这一只手 还是把手 那有力的 拥有力的 你觉得ol 还好 你一个人 我爱意 这一只手 铁牌 没想到 他只成副业 在故宫干了这么多年 在国内在表画行当当中 已经很有影响 很有影响 由于他的天赋很高 治国也很努力 尤其热爱这项工作 他抢救了很多故宫的那些 因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说话 把他抢救过来了 而且和原作 在抢救以前和修复以后 那个比较这一看 那就是一幅画家 刚刚诞生的一幅虚拟作品 这样的话 能够把他抢救过来 他是靠记忆 没有高潮的技术 没有多年的苦练 那不是说谁都能达到的 哪怕你就可以把它修复的 这是不可能的 他是经过多年的摸索 学习前人 学习复兴的一些记忆 通过自我这个努力 反复的琢磨 反复思考 一幅画不是说 现在有人拿一幅画表现 我明天来学 那取不来 那得经过本 这画原料 原本是什么材料 过去装表是什么形式 这些原料可哪来啊 用什么来代替啊 这个学问很大啊 你是用现在画的这个 这些胶门装表啊 你还是街表啊 街表完以后换的地方 你怎么去拳呢 这都是很高的学问 和艺术这个修养 贴舌条就是在已经产生 新折裂痕缝隙的中间 贴上像匹配的 凡宣纸细条 其作用是起到加固的目的 很多流传千年的书画作品 它的背面 往往贴满了细小的舌条 在现代化的灯具 没有出现之前 古人也是采用代老师这样的方法 将古画放在窗户上进行修复 此情此景 颇有一种 与古人进行对话的感觉 人间的最值得 你优解啊 如果幸好 我能忘记 我能忘记 你 Reason 看 人 不定要不你圈外的去就行 圈外的不成出黑眼圈 因为你圈是瘸的地方 你圈外的话就跑外去 它这颜色都不是不对的 今天这个笔啊 就根据它这个化石的情况 你可以选什么样的笔 一件古旧书画要想彻底的修复好 全色和接笔一般是必不可少的 这需要具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和美学修养 能够根据原来的画意 把残缺的地方用颜色补全 使整体画面视觉协调 全色即补全画心残缺 使色处的颜色 接笔即用金人笔墨接补古画画面残损之处 全面补射 全面补射 着射 补笔的问题 这个一直来说 在咱们文物修复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题 但是我是这么严的 我毕竟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已经接近50年了 所以我实际上这么多年 我也通过一些老的师傅探讨我这个问题 大部分都因为啥呢 不应该缺 不应该画 不应该着色 但来说我不是这么因为的 如果这个画面上 如果本来说作为装满师也好 还作为复原的员也好 就是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是说的 我能把这个画缺的部分 缺笔墨缺彩 的地方能够修好 这是可以的 如果你本身你没有那个水平 你说我硬要就是把这个画 要保持完整 就是这个修过程中 我就可以随便的就填墨 随便就填上填画 那是绝对不允许 因为你没水平还没有道理呢 对不起 英文字幕志愿者 最后的书画还需要经过风筝上墙的步骤 这是因为新补救上去的宣纸 舌条 颜料等还没有和旧画完全的融为一体 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 书画再经过灵卷裁剪 重新装表 就真正成为了一幅完整的作品 这个书画的压实 是我66年参与工作室 一直到我一年来退休 我就四十四年跟 这也是在我参与工作室 我就发现我父亲就用这块压实 顾虑这个石头 就是在我父亲解放前 就是1928年 一直到我参与工作 石头是这块石头 你看这像磨的一个 这都是靠压画以后 那个纸磨出来 底嘴穿石 这是靠纸磨出来的一个细坡 因为这石头特别的古老 这是一个厄兰石 所以这个石头也有百八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特别珍惜这个 当时我在宫博院退休的时候 我那学上想要留的石头 我没统议 为啥我现在这样并不是咱家的传家宝 不在那支多钱 而是它具有一个历史和深远的意义 是这么容易地把这个石头保存到现代 这个是用几倍的余用光 这个石头 这一块叫做达拉压光 压光起什么作用呢 一个起的花呢 就是压光以后的画面 就是一个浮备子 就是石灰了 还起到防水 防潮的作用 这些卷起来的时候呢 不是一种什么 后面是光面嘛 就不抹手花心 这是一种保护花心 压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现在是打辣 打辣的时候得堵在签 签里要是打辣的话 压光的话 它就写到这儿 随便要堵 年轻的 后天的浮复 表面上的特别干净 不如有些东西 整体长在领域里头 它什么什么头盆 或者什么什么排骨 排骨盲上的都不允许 你看这个花表就比较好 它就比较好 咬掉四种 现在画得比较好 可以揪拧 现在进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想起这个古兴话村庄的事还是感慨办起来 我今天已经就是其次了 如何能把中国的古兴话村庄的事业能够传承下去 发承下去 要更多的 苏花爱好 苏花庄标 能够真正的走入七所 这是最担心的事情 打完咱们组合的这个装表修复事业 能够传下去 徒弟高速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以后 戴老师让他进行上手试操 古书画装表修复这门技艺要向学好 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摩学习和动手练习 就像戴明菊老师年轻时跟父亲学手艺时一样 当时跟我父亲学的颜值眼灵着 拖表拖鞋 怎么一些过程都在这里进行 所以打出了很好的坚持基础 当时有一次来说 就是墙崩了一幅画 画就一边炸开 反正因为当时都是生炉的 白天的气氛 白天因为天气很冷 冬天很冷 生炉的 所以的话就是墙 因为我晚点给它住 那时候家里环境不好 我晚点给它住 那墙面的就是墙天的画 就是飞边炸开 我的形式以前我父亲在修学画的工作中 是往那个画学院授手 我也学父亲那个样 我也写了写了我的技能 然后我就拿着刷了 过去没有 不像现在有喷壶 或者用那个中刷授手 我授手 授完要好水以后抽着白白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等到第二天使我父亲来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画怎么这样的 我一说情况 我当时就生气了 就拿那个咱们表画的画室 就是那个打我 因为我小们的打我 肯定我得躲着点 我就违岸地转 违岸地转 后来之间我爸也没打着我 我爸都气乐 就回想起当人的那种情况以后 确实刚才办起来 我非常热爱我这上面 直到现在也是个事 非常热爱我这项工作 这项书记价 这项工作 也怀念我的父亲 也怀念我工作的地方 太妙了 只要顾问 偶远 我爱你 要多谢您的总体 非常热爱我 他会有任何人感觉 接着在这頹目的